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人才上面的招募或培养 甚至你会失去你本身本土的这个人才 很多的大学会因为大学排名这样的一个 就是结果呢去选择 是不是应该要进行下一步的学术的合作 全世界几个比较重大的重要的排名系统 比如说像QS sometimes 上海交通或甚至美国US News World Report 都有他们自己所发展出来的这个排名的指标 那主要共同点当然就是以研究为主 那当然就是不一样的资料库 第一个要么就是去 calculate 你到底一年你的 publication到底有多少 另外有的是说可能像QS 他就不完全去 count 你全部你到底一个学校一年大概publish 一千篇两千篇 他并不特别去 count这个部分 他只要去 count说那你的老师发表这文章有没有被citation 有影响力吗这样的排名系统 基本上他有一个可以操作性的就是说 他的指标里面他如何去 calculate 如果去计算OK你发表多少的文章或者citation 基本上就是你这篇文章里面如果他是一个作者 然后呢我同时可以挂比如说现在我是政治大学 对吧现在有一个新加坡大学或美国大学 他可能和聘我或者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OK加入他们学校的一些教学的activities里面 我只要把他们的学校的名字也同时放上去的时候 这篇论文他是同时被两个大学说 他的credit是两个大学 不会说说我这篇论文两个大学就除以二是不会的 所以说这就是有他操作的空间了 TIMES他只有用学者 因为TIMES你可以看他就是用一个是teaching 一个是research 就是说你根据你自己的一些观察 或者搞不好你跟很多学校一些互动 这些学者愿不愿意帮你填 那他填他是根据他的意志 还是说可能学校他搞不好有一些政策他愿意去发表 所以很多的大学他就开始 那我就开始去找我的比较好的合作的大学 OK然后当然他也会要求可能一些细索 如果你有很多老师他有很多国际合作的伙伴啊 那当然就希望说藉由他们这样的一个connections 能够让这些老师也能够很好的去 有点像是推荐哦对这些学校 他跟国外很多的大学 然后找到一些真的highly psyched的这些research合作 我觉得很好 可是他要真正能够落实 他如果真的这些学者他真的也聘得到 帮我们台湾聘得到很好 然后呢真正到系所里面来到学校里面来 OK然后来指导学生 来跟你校内的老师做合作 我觉得如果真正他能做到这里 然后他也愿意投资这么多的一个资源下来 其实他是值得被鼓励的 只是怕说他只是一个表面上面OK 数字上面的成长 然后并没有真正把它深化到你校园 学术文化的一个提升 这个我就是比较比较可惜了